在此找 也许我是在威胁 应该立刻对路程实施展览 你说什么 监视路程 我是巡警队长 行动 进行一次地台式搜查 这点错误了 做好行动 孙晴梅被杀 马昌 入场你混蛋 咱也被杀输了我 是我妹子 应诚把对付罪犯的招 用在咱们身上了 学长你这么干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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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啊 我 大伟 马哥 我大伟 大伟 借我一人 你放心吧 没人 怎么着 马哥 还顺利吧 没成 这 这 这 你还没吃饭了吗 特意给你买的 你们这叫什么地方 还大富豪酒店 连吃的都买不着 这算什么呀 这儿还有叫北京饭店的呢 比这儿还惨呢 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到 虎福带来了吗 我不会是找你谈吧 哪儿能啊 我也就是一跑腿的 我们老板这一天出去了 他让你等一下 很快就回来了 行 不过你们快点 省得夜长蒙多 行 行 您放心吧 一定 马超能有消息了吗 对 那大伟跟马超联系上了 知道是指绑架的孙小月吗 还不知道 马超只见到大伟一个人 大伟让马超等消息 看来他们还拿不准 马超手里到底有没有货 是啊 他们可能 要先观察一下马超 告诉马超稳住 不要急 只要他不急 对手就该急了 马超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 这计划本来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对了 陆敏那边有消息了 陆敏有消息了 他失踪了 大概是在半年以前开始 就再没人见到过他 我已经给国外那边去电话了 让他们帮我继续查找陆敏的下落 这个消息很重要 陆成是我看着他成长起来的 我总觉得 如果他真有问题 肯定有他特殊的原因 我这次的感觉很坏 我总觉得 陆成正被卷到某种危险的东西里面 这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虽然最早对他提出怀疑的人是我 可我就是不相信 陆成会主动做什么不应该做的事 他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困住 又不愿意别人帮他 或者他不方便告诉别人 陆成这么自信 很容易铁而走险 陆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但愿他的路别走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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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儿啊 你不是说要去马超家看看他母亲吗 哦 对 什么时候去 现在就去吧 行正好我现在也没事 一会儿见着阿姨先别告诉他马超的事 这事儿早晚得知 拖一天算一天吧 等以后有了合适的机会再说 陆成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干嘛 我就是觉得你的情绪不太对 好像有点消沉 就是马超那小子闹的呗 就是马超那小子闹的呗 张欣还好吗 还好吧 谁呀 是我 来了 来了来了 哎呀 是你们俩呀 快来进来来 您挺好的 看见你们俩我就更好了 来 哎呀 这俩孩子来就来吧 买水果干什么啊 让你们破费 来坐 阿姨给你们倒水 您坐 哎不用不用阿姨 我们喝喝水来 不喝了不喝 那您坐您坐 来吃水果 哎不用别忙 你聊聊天 聊聊天 去俩 早就想来看您了 一直没时间 您身体还好吗 挺好的 你看阿姨这么胖 能不好吗 哎呀 我早就听马超啊 说过你俩的事 多般配啊 什么时候结婚呢 告诉大妈 快了 哎呀 天天盼马超啊 什么时候 也能给我带个儿媳妇回来 追马超的女孩多着呢 真的 她肯定是挑花眼了 这回啊 等她出差回来 让她给您带个好的 哎呀 阿弥陀佛 真是这样 我可高兴死了 阿姨 马超不在家 您有什么事 给我们俩打电话吧 哎 你们俩对马超真好 真是超儿的福气 马超的事啊 路程没少操心 待他像个亲哥哥似的 应该的阿姨 今天啊 您俩别走了 大妈 给你们俩做炸酱面吃 路程最爱吃大妈做的炸酱面了 我我得走 我有急事 我今儿就不吃了 这啥事 吃一碗面的功夫还有吧 我确实有急事阿姨 改天吧 你真有事 真有事 那好 等马超回来啊 大妈做给你们俩吃 好 欧阳你陪大姨 哎 哎 陆程啊 哎 你气色不好 是不是太累了 陪他玩命了 多休息 啊 欧阳 你多陪阿姨待会儿 我走了阿姨 哎 有空来玩啊 慢走啊 哎 哎 哎 再见啊 陆程啊 真是个好孩子 你嫁给他 是你一生的幸福 哈哈 阿姨 您叫我做炸酱面 哦 阿姨教你 马哥 嗯 你先别着急 咱们再等等 哎 等 哎 等警察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直播上去 我看出来了 吃来不行啊 我想别的办法 嗯 别劲 你是不是让我爸 你忙活了 那怎么着 做吃等死啊 你不行 我还不能找别人了 哎 哎 马哥你 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 让您先别着急 哎 咱们再等等 我想快乐 快乐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我实话告诉你 我现在是能等就等 不能等啊 我走人 哎 好好好 嗯 马哥你把手机借我用一下 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 我到那边没人的地方 你慢慢吃啊 我看一下 咱们再给你们 出去吧 wość 什么 congratulations 啊 喂 差点出事了 我怕你给我打电话 所以我一到昆城就换了个新的电话 对 是用来和他们联系的 结果今天我是真的让他们查我的电话 你给我那个电话我必须得扔的 不过卡我留下 你放心吧 哎 记住啊 有什么事我找你 千万没给我打电话 行 就这样吧 大伟那边怎么样 大伟查过马超的手机 马超用的是神中型卡 这种卡不记名不挂师 卡上除了和大伟的联系电话 没有别的 那我看可以让他们和马超接触 可以是可以 我觉得还得试试一下 那你去安排吧 不必告诉我经过 我只要求提供 好的 不要 来 别睡了 抽分眼睛 好 那黑哥怎么说的 咱们到了周庄上怎么找着他 他没说什么 就说到了周庄以后 他会跟咱们联系的 这算什么事啊 就跟求证他似的 他知不知道咱俩顶多大雷啊 马哥 你也知道就因为现在咱哥俩的身份 他们一定得小心点不是 他们倒是小心了 咱俩呢 万一路上出点岔子 冤不冤啊 咱哥俩当心点不就完了吗 再说了 你马可也是干这个出身的是不是 警察那点事你比我不清楚啊 有你马哥在还能出什么事 道理我拦住哪 哦 哦 联系呢 跟我关在一个耗子里一个朋友啊 现在就住在周庄 咱们暂时呢 先住他们家 我都跟他联系好了 可靠吗 别再把咱俩卖了 你放心吧 这小无敌 我全都知道了 把吓死他 他干嘛 我送走 你的大量 那你的老陆 是 是 这 是 对 他们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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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啊 我出国 说吧 我出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您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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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我最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